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上期影片的点赞承诺呢 延续到这一期依然有效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记得多多支持我 字幕志愿者 欢迎回到VOKK频道 久违的帽子合集 Part 2 那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购入的一些帽子 或者说叫头饰的一些单品 当然这期影片呢 不是一个劝败 不是说我想要你们买 跟我同款的 我分享的这些单品 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每个人头的形状 以及size啊 脸型什么都不一样 帽子还是要自己去试去挑 会比较好一点 那具体怎么挑选合适的帽子呢 我早前也分享过 如果你有没有看的话 可以看一下 包括一些更早一点购买的单品 那么今天只是一个算是购物分享 除了像毛线帽 冷帽 这种比较有季节性的单品 其他分享的帽子 基本上都是可以全年佩戴 没有什么季节的限制 所以说它什么时候打折 或者打折到什么力度 这个都是不太说得准的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合适的款式呢 或者你觉得感兴趣的话 就多留意一下 不要错过了 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 这些帽子呢 佩戴的效果也仅限于我自己本人 这个头型和脸型的效果 我戴上你觉得OK的话 不一定代表你戴就很好看 或者有些帽子我戴很丑 说不定你戴就很帅 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要不要买大家自己看着办 再一个就是在开始之前呢 可能有必要跟大家提一下 我这期分享的帽子 可能跟我之前分享的那批的选择的标准 会不太一样 因为可能大家留意到 我头发变长了很多 按照之前的尺码去买 可能会有一点你看起来紧蹦蹦的 但是我佩戴上就觉得还好 这大家忽略不计 先从我头顶下 戴着这顶开始分享 自己帽子呢 叫做swift cab 来自of the research 你可以看得到 它两边是这种比较致密的 有点金属质感的网纱 顶面一直到冒岩 覆盖了一片 有点防水抗撕裂的布料 这个布料是传透的 你的手可以从这边直接传过去 对 大概就这样子 我戴上的效果 不知道你觉得不好看 或者说你喜不喜欢这样子的设计风格 因为这种类型帽子 其实我早前也分享过 不是什么太特别的单品 那么今天分享所有帽子呢 包括但不限于这一顶啊 其实都是更多的来自一些户外品牌 但是同时能够兼容城市使用的场景 它会有基本的防晒 抗撕裂 防水耐磨 这些标准的户外属性 同时呢 我选的款式都尽量能够在城市戴起来 不会太突兀 比较和谐一点 当然也有几个别是很户外的 一看就不太适合城市 但是我是觉得 确实有用到它的地方 所以也是想尝试一下这样子 这个帽颜与帽身 侧面这个位置的夹角角度蛮大的 如果你的眼镜框比较大 你可能要注意 它戴下来的时候 你觉得头围刚好 但是它这个帽颜往下压的位置有点低 可能会顶住你的眼镜框 这是需要注意的一点 那其他就没有太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这帽子呢 它是有这个UPF50防晒的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货号什么的在这边 这顶帽子其实也有蛮多颜色可以选的 你可以在他们官网看到图片 然后本身价格也不会太高 我觉得还挺日常挺适合 需要帽子的人士当作消耗品来购入的 帽子本身也很轻亮 那么据它官网的描述呢 这个帽子它本身的设计 还是可以兼容佩戴在头盔 或者兜帽底下的 当然我没有实际试戴过 因为我也是这两天才陆陆续续 拿到那后续的话 我会尽量再多尝试一些 不同场景下的使用感受 好 那么我都认试这顶 就先介绍到这里 鉴于东西比较多呢 我就每个都不讲太详细了 分享速度稍微快一点 如果有什么没提到 或者说是你特别有疑问的点 你可以评论或者弹幕里面给我 好 再过来一顶 大家可以看到了 是来自蒙贝奥的一顶帽子 它名字叫做Stretch OD Cap 蒙贝奥的品牌 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了 是来自日本一个比较 也算是有口碑 比较有历史的一个户外品牌了 它们除了一些很硬核 真正面对户外需求 而生产的产品之外 还有一些 我觉得算是比较兼户外和城市 跨界使用场景的单品 像我同样这一顶就是了 它们这个Stretch OD系列 其实还有蛮多不同款式的 这一顶Stretch OD Cap 它日本官网成分 大概是94尼龙加6的具体纤维 帽子重量大概就55克左右 并且它是有90度的UB Cut 所以防晒比较厉害的款式 我觉得日常当做一个 旅游休闲的帽子都还蛮不错的 不过这个颜色呢 见仁见智 我觉得稍微有点鲜 好看的话还行 可能有点难称衣服 但确实我觉得颜值还是不错的 那么这种成分的面料 其实它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在于它的色牢度会比较好 可能使用很久呢 它褪色痕迹都不会太明显 它外表呢全是蓝色 它帽颜里面的是暗灰色 然后它是一片过就没有缝线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包括它里面的折焊条啊 那些架强带的位置都做得还不错 分享这几款帽子 我觉得做工都挺棒的 它的货号在这边 OK那么在下一款也是来自MOMBEL 它是一款里外翻转来佩戴的帽子 两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它名字叫做REVERSIBLE BIRD BUILCAT 你可以翻译成是鸟嘴帽 鸭嘴帽之类的 就是它的这个帽颜呢 是很软 但它外颜是有一圈记忆的固定条 你可以任意去掰它的形状 然后整个帽子就没有任何别的硬质之层了 可以揉成非常小的一团 就很好便携 后面的这个调节 大概就是一根这种登山绳一样的调节 然后它是一个固定扣 就是很简单 很户外的一个配置 这帽子就是我刚刚说 拿来体验一下 应该是我会觉得 把它放在户外使用场景更多的一款帽子 因为它这个形状说真的 城市带呢 虽然说没有很难看 但感觉确实太软了 太贴头了 可能某一些休闲的地方还可以戴一戴这样子 那戴上的效果呢 大概就这个样子了 稍微有一点点紧绷的感觉 可能是因为我头发厚了的关系 其实它尺寸是合适的 帽颜就是可以掰成这种形状 你想怎么样去玩它都行 也可以这样掀起来 也可以这样放下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很适合可以配戴在头盔 或者护具的底下 是没有问题的 看包 70D的丝沙尼龙 还是很舒服的 这好像是MOMBEL他们家自己的一个蛮独特的面料 当然它也是有这种防止外线 然后是耐磨抗撕裂防水透气 这种基础的属性都是具备的 UVCUT也是在90度以上 然后我现在配戴的这个呢 是S码的效果 之前没有那么多头发的时候 算是55 56的样子 现在我估计应该有个57 58 我没有距离去测量过了 括号在这边 就是挺简单的一个 我觉得户外属性更多的帽子 当然你想拿来城市带也没有问题 我觉得有两面带的话还蛮耐着 在户外的话可能一顶帽子可以当两顶用这样 它这正反两面不同颜色的色彩搭配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稍微有点撞色的感觉 一边比较沉稳 然后一边比较活跃 当然它有很多其他的不同配色方案 你可以去跟他们官网看一下 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 OK 我们再过来一个 是一条发带 不是帽子 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效果 你会觉得怎么样 其实我也是很少买这类型产品 接触一下 这牌子叫做HELOCOMATI 它是来自日本的 那么我是早两天在江南西开业的那家 The Mr. Boy 店铺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就入手来试试看 The Mr. Boy 这个店铺 它是来自澳门 一个叫做Mr. City Boy 店铺的分店 HELOCOMATI 这个牌子也算是他们的代理的品牌之一 那当时这个发带在放着 我觉得它有点奇怪 它怎么长得好像一个印度人的头巾的感觉 如果它弄宽一点的话 但其实戴起来的效果是舒服的 当时我就松怕自己戴的感觉像个R3 所以就没有特别下决心买 但我试戴了一下 觉得效果其实还OK 挺好看 并且它变化的这种形态 包括它配戴舒适度的不错 也不算很贵 200多我就买了一个试试看 这品牌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 但是应该有看过他们之前发过的一些作品 他们有一个可变形的面罩 就是连头戴脸戴帽子一体 可拆裂可变形 那个挺帅的 还有一个他们最近出的帽子 我也挺感兴趣的 但是我当时逛的时候没有看到 就是买了这一个 就是它再来看是个普通的帽子 但是它的顶可以掀开 变成一个五顶帽 就很多人喜欢遮阳的同时 又想要透气把头发露出来 其实我以前觉得 这种东西不就是叔叔阿姨春游爬山时候戴的吗 不过后来想想 其实偶尔我也会想要有这样的使用体验 就是我需要遮一下太阳挡我的脸或眼睛 但是我想头尽量的散热 因为出汗的时候 我牛肌现在头发又长了 真的是闷在里面会很不舒服 所以它这种可拆卸的想法 我觉得还挺好的 再一个就是我头上现在带的这个发带 它的型号是H231503 名字叫做Salt Pathband 它这个款式其实有蛮多不同的材质 我现在带的这个是全尼龙的 它有一个全棉麻的 纯色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有图案的 我觉得都还不错 形态很好看 这个位置它是可以拉宽 你就可以覆盖你整个额头 然后保持顶上的头发不掉下来 中间这个结是不会动的 它等于说两个环这样子互相勾着 绕在一起像锁链的形态 它外面这一层是光滑尼龙 里面是这种透气网眼 就是还蛮轻浮的 背后是有一个调节扣 以及一边的弹力相巾 佩戴的舒适性 包括稳固程度都还不错 尤其是我现在头发长了之后 还挺需要一个这种 能够固定住头发不闪落 到处飞的这样的一个发带 因为不可能时刻戴着帽子 确实闷着头顶会很不舒服 你可能会想 为什么不戴个运动发枯 其实我也有戴过 但那种东西呢 因为它弹性太好太紧了 是给你运动时候戴的 我平时戴的话呢 它会慢慢慢慢往上缩 因为头发是光滑的 越来越往上越来往上 就很不舒服也很奇怪 这种戴起来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和压力 大概效果就这样子 可能不适合所有人啊 只是我自己觉得 最近买的一个蛮好玩的小玩意 所以在这里分享的 不一定是这个单品 但是这个品牌我觉得还不错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下 他们主页还挺多东西的 它的吊牌是这样 就比较简单一点 OK 接下来这一顶呢 大家看到一个都知道了 我早两天的影片也有佩戴 就是来自GOWIN这一顶SWETCH RUN CAM 它货号是叫做GA91381 这是它的吊牌啊 打折码还是蛮划算的 它整个帽子呢 是比较轻盈比较薄的那种 然后它的面料整个都是弹性很大的 这要买的是M号 但我觉得它弹力范围 其实能够缩小到S码的感觉 这枯得蛮紧的 后面的调节带不用怎样动它 它都是能够把你的头包得蛮牢靠 这种跑步帽或者叫做 你可以当骑行帽也可以 它的帽颜都比较短 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么一点点 然后它可以上下翻 应该也是可以戴在头盔里面的 我还没试过 这顶帽子应该也算是 GOWIN品牌的一个定翻了吧 它们每年都会出 但是版型材片都不会太一样 我这一顶应该是2022年的版本 不过它整体的做工 以及配它的舒适度 我觉得都还不错 当然我觉得如果你的头 比我的尺寸要大的话 建议你买M或者L以上的尺码会更好一些 这是大概它的一个上头的效果 logo是个反光的 很简单很低调 但我觉得还挺日常 并且这种帽子也比较好打理一些 我可能会拿它经常在城市内使用 但是如果你有户外使用需求的话 它应该是能够胜任 团起来也很小 大概就这么大一点点 当然帽颜是没有办法团太多 因为它里面是有填充一个棉的 还挺厚的 很结实 OK 再过来一个来自MELTON HARDWARE 大家熟悉叫三号的品牌 这顶帽子也挺有意思的 这是它的小吊牌 就这样子很简单 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记一下 MELTON HARDWARE 算是在户外领域比较常见的 易近人的品牌了 价格不算太贵 整个品牌的调性都是挺有趣味 他们做的范围很广 除了服饰之外 真正户外用的一些 睡眠系统和背负系统 这方面的一些单品 他们都有去做 虽然感觉不是说 技能或者说性能属性 十分强悍 十分登峰造极的这种定位 但整个品牌 也算是涵盖不少的领域 不管你是需要 怎样的户外运动 你可能都能够在他们家 挑到合适的喜欢的产品 他们家能够在 基本的性能属性上 做得不错之外 颜值把握得也很好 同时价位也比较平易近人 就是一个多方面比较平衡的品牌 头顶这款帽子 其实跟刚刚 GOWIN那款蛮像的 它整个设计的感觉 佩戴的效果 包括它的整个定位都很像 它也是用软帽颜 然后两侧是透气大王颜 又有点像我之前鸟的那一顶 然后它后面也是 这个坦力相机收紧的 这一顶应该是 Mountain Hardwear日本线的产品 它整个吊牌也好 包括里面的一些水洗标 都是日文 其实很多品牌的日本线 能够有比较大的画室权 去定义他们想要做的产品 正面就有一个胶印logo 就整个帽子都黑色的 没有太特别的地方 一开始我看到他们过往的图片 我觉得这个帽子的形状 会不会不太适合我的头 没想到戴上来 其实刚刚好 这个帽子是one size 没有太多尺码可以给你选 然后整个帽子的做工 包括佩戴感受什么都很舒服 它很柔软 弹力很好 然后这些基本的防水抗失裂 透气什么属性都不用说了 配戴效果大概就这样 目前也是新买的这堆帽子里面 数一数二比较喜欢的一顶 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 这些帽子虽然我把货号列出来 但是它款式应该不是最新款 你们就不一定找得到 当然我也不是推荐你 一定要给我买一样的款式 只是一个分享 如果买不到的话 你也可以去看看 他们现在正在收卖的最新款式 我觉得都还不错了 你要想把它折叠 带去乎外用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过它的折叠效果 收纳起来就感觉比较有限了 大概一个拳头大 给你参考一下 OK 那么接下来一顶老朋友了 Nord Project的Twil Sports Cap 从现在开始 就不再是来自户外品牌的一些产品了 这一波是Anonymous前阵子打折的时候 趁手入的 别看它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其实也是我回购的款式了 上一款也是打折的时候 如果我觉得真的很划算 并且这个帽子确实一直是发挥很稳定 住前入的这一款 名字叫做Peach Green 它是有点棕色的绿色的感觉 那么现在这一顶叫做Deep Teal 深青色 这是它的吊牌 这两点帽子除了颜色方面 其他都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一样的 一样是后面有的小Logo 然后一样是调节扣 上下都有他们自己的金属名 前面一个小小的M字刺绣 美国制造 整个帽子佩戴感受 一如既往的很舒服 然后它整个帽型 包括它的维度 所有的发挥都非常稳定 并没有因为我头发变长了 佩戴感受就有变化 整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我都没有特意去调节它 就戴起来刚刚好 然后这颜色也是我平时 会比较少拥有的一个单品 就我很少这么艳蓝或者说青色 所以也是入一个来试试看 搭配一下 它又是一个很经典的六片帽造型 然后它这个面料 是那种磨毛处理的斜纹棉 在不同角度光线造色下 它会有一种不同的色泽 很漂亮 配戴感受也是十分舒适的 然后它也不怎么怕水洗 不用担心它缩水的问题 之前我那顶已经洗过很多次了 我已经戴了蛮多年的 然后他们家这款帽子 真的有超级多颜色可以选 而且它每年都出 他们家配色的方案也都蛮高级的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 搭配需求去选择你喜欢的颜色 好了再过来一款 来自Sounds 2 West 8 Reversible Tulip Tat 一个可翻转的预警想帽 上期影片我也有简单给大家示范一下 戴戴看 不要以为我现在看不到镜头 其实我是能够透过它这个网看得到你 我觉得它挺有意思的 它们这里帽子也出了蛮多不同颜色 你现在看到这个颜色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 它官方介绍就是 Heavy Weight Mesh Horned Camel 它正面看起来是有点紫蓝 配上一点绿的颜色 两边的网是不一样的 转一圈给你看看 大概就这个样子 然后我反过来戴的话 就是这样了 它这一面更偏绿 并且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有Sounds 2 West 8的那一种森林绿 加上一些图腾纹样的这些图案 然后它们的标当然就会漏到外面了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反过来戴 就是一个很好玩的单品 吊牌过于简单 什么信息都没有了 就是这样子而已 我觉得它这个帽子 比较适合头为大 或者说头发很长的朋友 就我现在留长头发 戴它会比较合适 因为它比较宽大一点点 头发长一点比较撑得住 再一个就是它 虽然遮阳效果没多少吧 它是个透气网 但是聊胜与无 我觉得戴着还挺舒服的 至少它不闷嘛 毕竟这么大的网 给你简单看一下 如果你戴着帽子 低延层视角 看出来的画面大概怎样 然后这款帽子呢 它也没有赤马可 可以选择啊 都是One Size 我买的时候大概 打完折算是62加币左右 还不错 我觉得价格挺美好的 就是一个 之前不太能够尝试到的帽型 这次买来玩玩看 这顶帽子 除了我现在示范这个颜色之外 它有别的颜色 你可以去选一下 比如它那个绿配红也挺帅的 OK 再过来一顶 稍微有点季节限定的 其他帽子其实都是算 比较偏夏季轻薄的推荐 当然除了这顶 因为也是顺带一起买的 就一起讲了好了 夏天不太好戴 这顶来自 Ellen Hollywood的Watch Cap 它是一个冷帽 其实它所有的成分呢 都写在这上面了 看一下 稍微有点偏军事化的感觉 当然它是城市军事化的处理效果 它这个白色 它其实是做了荧光处理的 或者说叫夜光处理 紫外光或者说阳光照射过之后呢 在黑暗的地方 它会呈现出荧光绿的效果 不过我怎么拍都不太拍出来 我可能回去拿那个紫光灯照给你看一下 那帽型大概戴鞋头就这样子 它比我想象床要大一些 虽然它也是one size 我觉得它戴起来 富裕的空间还是很多的 我已经把这个边卷得很上 如果你要把两层标都漏下来的话呢 它整个需要戴的特别贴 包耳朵完全包住没问题 如果有真的户外的防寒需求的话 我觉得选它应该问题也不大 冬天戴肯定是没问题的 而且佩戴感受很舒服 它的羊毛成分呢 也不算太少了 但是它不会对皮肤造成那种刺痒的感觉 佩戴感受是很舒服的 顶部的收紧呢 是特别特别多层 多针的褶皱 看起来会有那种 没有什么规则感 乱乱的 有点不修边幅的感觉 但正是这种感觉呢 会让这个帽子戴起来的时候 会更加多了一份水溢感 很舒服 就是很chill的感觉 然后它这个帽子也是有蛮多 不同的颜色选择 我这顶纯黑 它有一些卡其或军绿色 它都纯色的 没有撞色处理 就是还挺干净 简单基础一个单品 这顶帽子的吊牌也是 这一波里面最多最详细的 有很多说明 货号在这边 好的 那么接下来推荐的帽子呢 就不是一些我购买的帽子了 而是来自好朋友们的一些周边 那首先呢 就是我买了很多年豆子的 乌屁咖啡 跟两家咖啡店共同推出的 这一个叫Coffee Homie的Project 一个有两款帽子 一个浅灰色 还有一个就我头上戴的 这一个卡其色 后面是三家咖啡店代表配色 有点红绿灯的感觉 三家咖啡店的logo呢 也是这样子的 那么是哪三家呢 除了乌屁之外 还有就是One Pit 以及Safari 那其中乌屁呢 是我最常去的了 我也买了很多年 它们家的豆子 你可以看一下 这大概是一部分 我在一年之内买的 他们家的豆子 就是目前是我主要的 口粮豆供应商 这个帽子也是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一个棉质的斜纹棉帽子 棒球帽的款式 传统六片帽 然后它是软顶的 很舒服 日常佩戴没有什么问题 当做一个friendly的周边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一个 也不是特别最近的 二月份去成都的时候 有心拜访了一下 来自好朋友 一名的工作室 IDE WORK的一些周边 就是这顶帽子 I NEED COFFEE RIGHT NOW 这帽子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手上这一个蓝色 再一个就是头上 这个浅黄色 或者叫浅卡齐 两个颜色帽子 刺绣图案的颜色 也会跟帽子 颜色不同发生一些变化 真的很可爱 很有意思 这个小人的知识 以及他的心情 真的是非常能够代表 我的一些情绪 I NEED COFFEE RIGHT NOW 很有趣的 把他们IDE的缩写字母 也融合在这句话里面 后面就是他们的logo 很简单 这帽子呢 他们也没有收卖 在成都一条影片出来之后 还有很多人来问我 这帽子是在哪里的 就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 可能你们不一定买得到 但是就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单品 跟大家分享一下 帽子也是全尼龙的软顶帽 棒球帽的款式 传统的六片 没有太大的一些特点 但是整个佩戴感受 还是很舒服很透气的 就是一个代表心情的小物件 OK那么大概就是今天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帽子 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顶呢 那么如果你还想看我分享 什么样的单品呢 欢迎你在下方评论留言给我 那么上期影片的点赞承诺呢 延续到这一期依然有效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记得多多支持我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 一定要点下订阅了 那我是Rock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